现在开始了,大家就预备书本第266页 上次的tutorial也告诉大家这个momentum的货是极其重要的 超级重要的,因为它随时有一条long question 所以既然是这样,当然我们就放多些精力在这里 到下一课,那叫做extension part 等一下就讲一下它的重点是什么 另外,如果在广播途中发生什么事,可能断线 大家就通知我,可能打电话什么都好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在checkworm里面出现 打电话或者开咪 就叫大家看一看DMC的 因为physics的MC里面就是很重要的 去建设大家的概念 现在就帮大家一起去理解一下DMC OK? 好,那来了 那我们就会由头开始的,那因为那些货很重要 所以既然那么重要,那些东西就说得越多越好 那大家有问题就出声 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一条 那第一条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force,OK? 那就加了在object上面,那幅图就是ft graph OK? 那现在问题就问你了,calculate the change momentum of the object caused by the force 那就是在问你什么叫做trange momentum 那记住在一些货里面,你最要懂的概念 如果关于equation的话,就只有一条 就是,当你在做一个collision或者爆炸 所以more的force叫做impact force,或者叫做impulsive force 那它就跟什么有关呢? 就跟trange momentum trange momentum也有个名字,叫做impulse 以及它的impact time,或者collision time 而今次这条MC最主要的地方就是问你trange momentum 就是想问你这个delta p是多少 那如果想问delta p是多少 那就是把delta p移了过去 那接着再看,这个y axis,这个x axis 那就是说明它就想找area OK?行不行? 所以大家的工作只需要找d1道的area 那怎么找呢?用你小学 英个小学老师教大家数格仔 那这次是一模一样的,是数格仔 但是你还没数之前,千万不要发鸡瞒看错的数字 那就看这里 那这有多少呢? 那这幅图就告诉你了 由0.1至0.2 就五个小学老师 而在这边第一个点那里 就应该是两个小学老师 那就是说这里应该是0.04 所以大家的工序呢 就是要看下d个三角形 多少 这个 梯形 这个不是梯形 也算是梯形 这个 多少 多少 OK? 那大家记住,大家在这儿聪明 那其实d个三角形和d个三角形 是一样的,最后最重要就是乘2 那就完成了 OK?那大家呢 就算一算做 看看多少 不过可以告诉你 未计算之前 其实所有答案都错的 OK?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转据momentum 但是这里看到的unit 是m per second 所以大家在书里 就改回了 全部要加kg OK? OK? 好,那大家在这个check room 和我拿一个计算机 计算一下它 那abcd 哪个答案是对的呢? 那其实目标只是 逼大家 在数学上 计算机 计算机 OK?那就是找area 那 很快就说了 很多人答C 对的 OK? 可以 OK? 遲离的同学 麻烦你打个hi 好,那搞定了第一条 好,第二条 第二条就是说很正常的碰球仔问题 遲离同学打hi OK? 展示你存在 那下面就是说什么 通常他说的东西 碰撞的话 就一定 记住 是一定 是那个horizontal 关一定是smooth的 从来没试过 是一个horizontal 的surface 从来没试过 所以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那接着有个head on 那就是说中心与中心之间撞 不是打速解的情况 1D problem 那它们大家有不同的面图 那现在就问你了 如果它们撞之前的速度 给你一个3.5 一个1.4 幅图告诉你了 它们迎头相撞 撞完之后 那就是说前面3.5的速度 就会0.8 OK? 是speed0.8 这个很陰险 这个0.8没有告诉你 它会不会打回头 还是向右手边走慢了 它没有说的 那现在就问你了 它要找到最终的速度 那现在就要看回 它最终会怎么走呢 如果静的话就是 右手边 负的话就是左手边 那就是A答案 OptionA就向左手边 BCD就向右手边 这个可能 当然大家做了功课 就应该很熟练的了 OK? 那当你还没做功课 你都要很熟练 记住八个孔 记住填孔孔 填远孔孔 就算数 那就是完 那记住为什么填八个孔 因为记住 在任何碰撞 任何expulsion里面 任何包括公安校市 全部都一定是conserve 即是遇到之前和遇到后的系统 的momentum是equal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又是来 八个孔 填回八个孔就可以了 OK 那哪八个孔呢? 那当然就有M 有M 有V 总共有八个孔 那接着就是对号入座 记住是超快 而且是超对的 那记住 左边通常就是之前 右边就是之后 你调转无所谓 不过通常就共识了 是这样 那另外的Mask 都给你了 有0.5 那就是撞之前0.5 但是弄支笔 再有点 好 0.5 OK 0.5 那这个也是0.5 好 看到的 好 接着 另外一个对手就是1 1 撞之前 记住玩正负数 因为问题告诉你 向右手边是正的 那就是说 这个3.5是正的 那这个就负了 所以3.5 看清楚 不要摆错 Wooddenbock OK 0.5 0.5 这个是0.5 来的 这是1 千万不要看错 所以0.5 那个就是正3.5 那我写3.5 那我写3.5 那Mask 那个就会负1.4 那就惨了 惨了 惨了 Wooddenbock 就是0.5 那这个是0.8 那指定是正数 还是负数 呢 其实就不知道 OK 那当你处理正数 或者负数 就是看下这个出来是什么效果 所以当你计之前 不如计一计这一部分先 计一计这一部分 总共是多少 所以大家也需要 就预备 部计数机 那我就预备了 拿个计数机出来读 就是0.5 乘3.5 接着就减1.4 计完 0.35 OK 那0.35又会怎么办呢 那如果这个是负数 那那边就是正数 OK 那如果这个是正数 那这个是什么数 那我们其实就要分开来计 OK 试一试 OK 那如果我们假设这个正0.8 那我按下机 那就会减1.5 乘0.8 那正低就会负0.05 那就是说这个答案 就将会负0.05 哇 超正 答案呢 就是A来的 如果你这样计 那但是记住 小心点 公开考试尤其是Physics 的MC 都通常会很阴 是不是一定是正的呢 我们就要有些怀疑 试一试它不要正 试它0.5 因为这个题目特意说 速度是多少 那就逼你要想一下方向 那我们试一试 如果0.5 会怎样呢 就用回那边 0.35 接着就加 0.5 乘0.8 OK 那正低就是0.75 那就是说到这边 答案的括弧 就应该是正0.75 OK 那我们考虑一下 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假设这个对的 这个对的 这个对的 那这个对的 那 那 Woodenberg呢 原本是3.5 那 现在它撞去那边的时候 它就会走慢了 仍然都会向这边 走0.8 OK 那到铁波仔 会怎样的呢 铁波仔是在走负1.4 因为撞完波仔之后 它仍然是负数 0.05 OK 而且我们有个答案 是选择A 那很多学生 就会选择A 那 那铁波仔呢 是错的 不是哦 我们计算完应该是对的 为什么是错呢 有没有可以答到我 为什么会错呢 明明可以计得到 我们第一部分 就当那个 撞完之后 是正0.8 OK 当是正0.8 那为什么撞完之后 是负0.05 不是错呢 但是答案有的哦 有没有可以在 出声或者在 chat room 里面回答我呢 最惨的 我们信了数学 就觉得它真的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是读数学 而是读物理 那有什么问题 有人尝试回答一下呢 所以这条MC主要想训练大家 不要纯粹只是计数 你要脑去想一下 好 没有什么人回答 不知道你是不是不懂 OK 希望大家懂是懂 这样懂的话 回答一回答 那就看到了 为什么呢 最大问题是这个 Wooddenberg 真的由3.5走到0.8 走慢了 铁波仔 原本是负1.4 都是走慢了 走到负0.05 不过 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存在到的话 那两个波 碰撞完之后 铁波仍然继续向前走 Wooddenberg仍然向右手边走 好像大家撞了等于没有撞 OK 那是极之不可能的 两架车迎头相撞 要不就是Wooddenberg撞到停 OK 要不就是什么呢 大家Stick together 同一个方向 所以基本上没有可能做到这个情况 就是Wooddenberg仍然继续向右手边走 铁波仍然向左手边走 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唯一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波碰住 一起向右手边走 要不就是铁波太厉害 令Wooddenberg也是向左手边走 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撞到大家停 是完全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出现的 所以很不幸地 A虽然你计到答案 但是错 既然这个答案错 那当然就是另一个答案 就是B对了 那接着又问自己 为什么B会对呢 这个负数来的 那就是Wooddenberg撞到反方向 OK 撞到反方向 到铁波了 铁波原本是负1.4 但是撞完之后是正0.75 就是这样 那这个才是合理的情况 行不行 所以这条MC很奸 因为他只是给你速度 但是当你看题目的时候 小心一点 速度是没有方向的 那就是这一部分就是暗示你 你的0.8有两个可能性 一正一负 行不行 那记住 我们做physics 最精髓的地方是MC 那些long quattro很普通 就是跟着次序去问你 行不行 那我们如果有时间 就浪费多些时间在MC 所以我主要都是讲MC OK 好,那继续 我们来看看旁边的第三条 放大一点点 好,第三条 第三条看看 第三条说什么呢? 就说现在有两个小波 OK 两个小波 两个小波 那两个小波 就是什么呢? 就是EcoMask 接着就是Head On Conline 接着就是Head On 接着就是Head On B不动 一定的 如果这个U向左边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向左边的话 它永远都不会撞到 另外它也告诉别人 这个collision是elastic的 那现在就问你了 这个波仔现在会怎么样? 当然了 记住在货里面 我们主要有两条息 就是第一个 Conservational Momentum 八个洞 第二个就是 connected energy 之前和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OK 所以我们就想 这个是before的 那after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不懂 只知道它是elastic 就是说不会 move together 不会stake together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当然就会 可能叫做v1 我免得写va 难写 那和v2 这样打开 OK 可以吗? 是这么多的 那我们就怎么办 又填回八个洞 那我们用最快 因为这个mc 用最快速度 怎样去搞定它呢? 记住 最正 EcoMask 记得 EcoMask 那理论上 我们应该要想 mu1 加mu2 加mu2 去做的 但记住 m全部是一样的 所以m都不用写了 那再 Enesia 应该是u 加0 那些m都可以cancel 做完之后 应该是v1 加v2 OK 那这条绩点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conservational momentum 接下来 接下来 connected energy 因为它说 elastic 那就是说 connected energy 应该是 之前和之后一样的 那connected energy 背色 就是2分1mv 2分1m 每个人都有 剩掉 写都不写 所以撞之前的 connected energy 应该是u二次 但对方是0 写都不写 到这边 应该是v1 v1的二次 和v2的二次 这样的 那只不过 现在想做什么? 他问你 what are the speed of the balls? in terms of u 那就做完 基本上 你现在有1式 有2式 将它combine 而来 就做完 那怎么combine 那就是那句 要不就不想有u1 要不就不想有u2 那当然 你就用第一式 去退位 放它入第二式 那就做完 那我们试一试 我们留下 第二式 就是u2次 那接着v1 我留下 那我想转 就转走了 v2 那看回这里 v2是什么呢? 就是u减v1 u减v1 就是二次 所以我们适当时 就把它爆开 这边是u2次 这个就是v1二次 但我记住 用这些最劲的 这就是a减b二次 最后会有b二次 就是v1二次 就是有两个 接着这个是减数 所以减2个 u v1 接着到这边 也有个u二次 正 u二次和u二次d 刚刚剷走了 所以是0 0还正 把后面的tand 扔在旁边 就是Ecos Ecos Ecos 又如何呢? 2就剷了 OK? 接着 接着 剷得七七八八 接着 你就会看到 这个情况出来 就会是v1 v1 理论上 你就可以约了它 就会变成 v1 就是u v1 就是u OK? 可以吗? v1是u 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答案 就会是 d OK? 可以吗? 不是啊 等一下 这里有些问题 如果你这样剷走 有个很重要的信息消失了 就是什么市老师教的 就说什么呢? 我先退回 这个应该等于0 接着等于0 然后再抽个common fact 二是照约 那就会变成v1 接着就是v1-u 应该移到这样的 接着 跟着 麦斯老师教的 就是v1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v1等于0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v1等于u OK? 但是你会发觉有个要reject的 哪个reject呢? 就是这个被reject 那为什么呢? 因为v1来的 是状人那个 状人那个居然和以前没有变 都是却着u 就好像当人家死的 不可以 因此 应该是这个被reject 上面的就留下 因此你就发觉自己是傻子 因为这条问题根本是不用做的 即时就知道答案是d 那为什么呢? 那记不记得在书本里面告诉你 Ecomask Ecomask就是那个snook 白波撞黑波 这样撞 撞完之后白波将会急停 黑波会用它的速度继续向前走 如果你记得这个信息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elastic collision 所以答案就是d 那当然 那这个是记的 那如果你想算的话 就要这样算 那但是小心点 千万不要学我 刚才看到v12次v1弱了 那接着就只是v1等于u 那你发觉是不合理的 因为撞了人 跟着弱无其事 这样走是没可能的 OK?行不行? 那大家如果跟不上就可以回看影片看数据 好,第四条 第四条 第四条说什么呢? 就是他说了 说明是elastic collision OK? 说明了 那说明elastic 那接着怎么办呢? 那接着就问你以下的东西是conserve的 那记住 不是你考试的时候 momentum才不会conserve的 momentum是什么时候都conserve的 即使它是enelastic 所以4的1是永远都对的 记住 至于total kinetic energy 那说明了 我们怎样区分它是elastic 就是energy laws 就是connected energy laws 所以三有一定是错的 至于什么叫total mechanical energy 根本就是ke加pe 当然 如果还有什么弹弹那些 他也会进去的 即是epe ok? 那些炸东西夹起来就叫total ke total mechanical energy 但是因为ke是会有loss 所以他也不会说serve 完 4a就答案了 这条是4条里面最浅的 OK? 好,第五条 难一点 OK? 细小一点 好,看看这个 现在就会有个车 迎头相撞 撞货车 现在问你车是明显地小一点的 现在下面就问你 false time graph 关于两个车是有什么最好的表达 solid line 就是代表一辆车 啊 dotal line 就是代表货车 OK? 那这里考虑你什么 大家会印象中觉得 货车撞汽车 汽车伤一些 所以可能这些东西会有不同 但是如果大家跟机好 什么跟机呢? 就是撞车 货车撞小车 谁的false带 回答我 在checkworm子里回答 如果是货车就是T 普通车就是C 我想问 要是答C 要是答T 谁的false带 回答 在checkworm子里回答 谁的false带呢 很多人答T 就是货车 答案很不幸 现在答错 答错了 答错了 答案是C和T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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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是普通车 这个是货车 他们两个迎头相撞 大家都会互比false 但这两个false 一个叫F1 一个叫F2 一个叫F2 他们有什么关系 是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大家所感受到的false 如果整停一个大些Mask的物体的话 你会发觉 它的acceleration 就是deceleration 是明显小一点 因此你会看到 小车撞大车的话 会怎样呢? 小车是被人撞到 回头的 可以吗? OK 所以你会看到 通常那些 汽车撞火车撞到散了 原因是 这个力 OK 是等于这个力 但是奈何这边的Mask极之小 因此 Deceleration 就极之大 OK 所以里面的人 就很短时间里面 要减很多速 还要回头走 OK 因此 他们的 改变就会强很多 OK 既然是这样的话 答案是终极答案 ABCD 应该是哪个才是终极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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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答完 C 原因是 大家是 每时每刻都Action 和Action pair 这样去 OK 不过我又想问你 那 哪个的 impact time 长一些呢? 是C C还是T? impact time 大家碰撞的时间 哪个长一些呢? C还是T? impact time 哪个碰撞的时间长一些呢? 好 答对 OK 可以吗? 彩同学答对 BOTH 是同时间的 你慢的吗? 这里就写了 这个就是impact time 对不对? 这个 Exactly就是impact time 那是说什么呢? 原来大家的过程里面基本上所有东西都一样的 除了什么不一样 答我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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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一样 是 好 王家熙对的 方向 我也知道 不过王家熙最好 是A 可以吗? 大家的减速度是不同的 每人都知道方向不同 形头相撞 OK 形头相撞是不是方向一定不一样呢? 其实是未必的 因为你形头相撞的时候 是有机会大货车 推到小车 都是同时间向那边走 所以你说撞完之后 方向一定不一样 其实是未必的 他可能被拖痕 最后大货车和小车是一起走的 所以方向就未必同 OK 可以吗? 而这条问题说明Mask 不一样 所以Mask不一样 因为Mask不一样 所以Mask不一样 所以Mask不一样 OK 可以吗? 所以有时你会看到 货车司机未必死 但是C加车司机死 原因是为什么呢? 当然Mask不一样 但是它的减速要很厉害 OK? 减速很厉害 就是什么? 哇! 你这么厉害的减速 我给多一点时间给你减速 让你的力量没那么厉害 可以吗? OK? 在公安考试里面也很流行 就是玩rasal OK? 我们一起看看 它说During an explosion 爆炸 爆炸就是我们之前 就是未爆之前 momentum是0 未爆之前 ke total是0 记住这种东西 接着它说 booking into true parks XY 记住 一个手楼弹裂开两边 通常大小边 OK? 今次也告诉你 大小边 X-Y就2-1 那就是X更厉害 Y更厉害 OK? 接着问你 以下的东西哪里適合 爆炸就不用想 D边会飞D边 D个会飞那边 但是因为这个肥一点 Y是小会辅一点 所以飞行速度一定高一点 原因是哪里呢? D边的大M 就会小V 接着减小M 就大V 因为原本是0 OK? 因为有这样的关系 你就找得出什么呢? 就是这里 The speed ratio of X and Y OK? X的M 现在是说speed X的V 就应该小一点 现在就是这个 问你比较Y的速度 会怎样? 那摆论明 这个肯母就大M 这个就小M OK? 所以他告诉你 就刚刚好1比2 那这个东西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对了 OK? 好,接着就再问你 momentum的V of X to Y 就是1比2 那又是否呢? 那就问自己 X的momentum是什么? 就是大M小V 那接着就是小M大V 那接着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关系? Equal 所以是错的 这个极之阴毒 OK? momentum的Vs 理论上就应该-1 但是他说match 负数也不管 那就是1比1 所以2是音 错的 好,到KE了 KE的Vs 那我们又死背息 KE是什么? KE应该2分1mv2次 OK? 行不行? 那接着我们有两个方法做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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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你小心点 你记住X to Y X肥一点 那就是上面那个是大M 不过小V 下面那个就是小M 大V 现在就问你这个答案是什么? 不用想了,2分1产了 m和m就自己玩 大M就是小M 接着V呢 自己玩 小V 大V 2次 接着问自己 大M和小M 应该是2比1 接着我说我不明白这个速度快 到这个就是2分1 2次 所以你看到分母是4 分子是2 搞完之后是1比2 所以3就是对的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 建议大家记住这个 或者自己判断 KE是什么? 2分1mv2 不如我把M是2 确定要除回M 因此你会看到2分1momentum2 撞之前和撞之后是没有分别的 OK 可以吗? 或者大M小V呢 或者小M大V呢 其实也同 所以就 depend on Mass 就完 OK 越肥仔 KE就越受 所以这个分母越大 越肥仔 KE就越受 那这个呢 就在开枪那里说了 那我们务求呢 把枪比较重一点 把子弹相对来说 轻一点 那大部分的能量 就是chemical energy 就给了子弹的KE 极小部分给把枪 那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能源效益高 第二个就是后座力低 令到开枪那人受伤的机会率也降低 那这个就是目标来的 这个就是design的目标 OK 好,继续 这是第六条 那接着就说第七条 第七条有顶帽子 那又不要被他吓你了 有帽子也是照听的 那现在那颗子弹 就打中一个垂钓的block 那他说呢 他就会是swing swing 就是摇摆 就去个maximum point 那就是有机会飞到这里 那颗子弹打到它 歪跪了 这样的样子 ok 那接着呢 就要利用了这个方法 就决定了颗子弹的enisol velocity 他现在就问你了 我们要得到一个acquite的result 那我们有些东西限制的 那我们要限制什么呢 就做到呢 他首先逐点逐点问你 一的string是要inextensible 就是不可以延长的 那是不是呢 ok 那如果延长又会怎样呢 那其实他就问你 喂 如果这个string是extend的 那就是有epe 如果有epe的时候 我们单纯要计高度 记住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告诉你 要看彈了上去的高度 其实当你那颗子弹走过去 去击中它的话 其实是给了那些energy 给那些bock 变成什么呢 connect energy 然后冲上去 那这里呢 gp已经 那这个就是ke laws 因此如果你还要把绳子有extension 那它就会吸引了epe ok 可以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用绳子 要extend呢 那当然不是 那如果绳子不会extend 那就是不会有epe 那我们纯粹看这个就会更加准 所以这句是对的 到第二 那颗子弹要embed 什么叫embed 就陷入 那就是打完之后 颗子弹是在里面的 那我想问 不在里面那怎么办呢 那它有机会打穿的 如果你听过那些片 颗子弹可能穿越了身体 那穿越了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穿越了 有人回答我 如果一粒子弹不是陷入 是穿越了 那有什么问题呢 看下没有人有反应 checkworm或者开麦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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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边 lock all momentum conserve 阿章同学记住 momentum永远对 OK 永远对 所以你说lock all momentum conserve 就不是了 OK 原来就是阿谭同学 对的 对的 就是什么 lock all ke is converted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很想 粒子弹 拥有的ke 全部是 给了 bock 另外到下面 the box should be heat up as natural as possible 就是它陷入的时候最好发业化得少 那样不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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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yes 有人说yes 那样不合适呢 因为它打过来的时候 如果它打过来的时候 如果它打过来的时候 那样不合适呢 那样就会有些能量消耗 越出类推 对吧 那样不合适呢 所以那些巨师应该对的 那样不合适呢 那就是答案D了 但好办人家 原来3是错的 喂 那好像有些问题 那样不合适呢 又说 我们想进来的能量全部给GPE 但是中间磨擦的时候新热 那些热我们又计漏了 那又怎样会准备呢 那可以告诉你 这条问题呢 是将会是long quack 那这条问题呢 原来分了两个阶段去做的 我们只需要看后阶段 前阶段发生什么事是不重要的 那不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heat up 所以它heat up了多少都是不重要的 现在解释 那原来这个分两个阶段怎么看的呢 就是第一阶段 就是粒子弹 有个不动的block 接着第二阶段是什么呢 那粒子弹陷入了在block 那会怎样呢 说明陷入而已 就是说什么会呢 粒子弹飞不出来 但是block是会走的 因此原来粒子弹原本飞过来 就是u 跟着这个block 将会以v 走的 而我们的gpe gain ke loss 其实是等于2分1 v二次的 而这个mask很型 这条问题挺难的 这个mask是什么呢 是子弹的mask 再加个buck的mask 至于我鬼会认识这个V 你会发觉这个枪击是什么呢 是一个in-elastic collision 那in-elastic collision 那些energy loss 那些energy loss是不理的 那个不理就是这里的heat up 是不需要理的 我们反而理什么呢 就是永远都对的total momentum 所以这条式里面很型的 就是小m u 这个就是子弹的momentum 加个buck的initial momentum 是零的 因为它不动 之后会怎样呢 就是子弹和buck 是一起走以这个v速度 而这个v呢 就是子弹的v 因此你发觉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摆明都知道 有个hitting up 一个energy loss 不要紧要的 这个是一个in-elastic collision 我们就是需要知道 它们做完之后一起移动的速度 而这个速度我也不需要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这个速度 根本就会relate to mgh 不小心点 这个mgh 不是子弹的m 也不是buck的m 是一起的m 那我们真的做measurement 是measure到h g我们认识 跟着连粒子弹的mass 都是不用的 你发觉很漂亮的 我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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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其实会等于v二次除2 至于v二次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移动位 移动了过去 就是小m over小m加大m 这个东西 你看到这里 v是什么 就是小m u over这个东西 的二次方 Audikes event 这就好了 所有子弹的mass 我们都可以认识到 block的mass 我们可以认识他 h我们可以认识他 g保家 我们都可以认识他 那最后最后over u就是你要计的 可以吗 所以原来真正量子弹的速度以前的方法就是这样打,打到看波子飞起多少 那我们就知道那粒子弹的速度多少,就是撞到波子之前的速度 而里面的能量消耗,我们前面是不用理的 但是什么时候要理呢?就是当它们撞完了之后 它的connected energy会不会纯粹变成GPE呢? 就是纯粹变成GPE的,那就很准了 但是万一它这里不是inextensible,有弹弓的话呢? 有弹弓的话呢?就是它一路升上去,一路延长呢? 那我们会有另外的能量消耗 那我们就如果那条弓是识弹性的呢? 那就很难计,就会计错的 所以记住了,大家麻烦在本书上升了去 这个第三部分呢,很多学生死的 上面就说要思考EPE存在不行 三个部分就有mg loss又说没问题 那就会产生混乱的 这个typical的例子很正的 因为long cut会问你,哪些要考虑哪些不考虑 那书商就极之好,就靠这条MC去告诉大家 原来真的撞之前的事情不用理的 OK? 我们最需要他们一起走之后发生什么事才用来的 对不对?那这个呢? 希望大家再看,甚至乎再做,去理解这条问题 有没有的,正,因为它会变long cut 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第八条 第八条,现在有两个小波,又是同时的 又是smooth,现在是conline elastically 就是perfectly elastic 然后就撞到另外两个小波,xy 可以吗? 记住,pq原本大家拥有相同的速度 identical,就是p和q的initial momentum是一样的 不过大家撞到两个不同的波,一个x,一个y 他说当你撞完之后,p居然会停下 但q就是会反弹,相反方向 现在问你,他们的momentum,哪一个会多了momentum? 哪一个会多了ke呢? 可以吗? 好,给大家10秒想一想,去理解一下有什么不同 pq和max同意initial speed 但撞完x,p撞x,p就停 q撞y就是反弹 那现在问你,哪一个momentum是会更加强 好,可以吗? 好,可以了 记住,什么叫做more momentum呢? 就是你之前和之后 之后减之前,看看有什么分别就可以了 那问题告诉你,p很惨,再远就停下 停下就是不动了,不动就是momentum 那就是说,他撞完之后,p就没有了momentum 原本是有mu的,但撞完x之后就没有了 那没有了,你就会想,没有了?没有了给谁呢? 当然给他撞的人,因为conservational momentum p不见了momentum,一定是给了x 所以x拥有的momentum就将会是mu 那mu他全立了,不是很棒吗? 但你小心点,想想Q先 Q会怎么样呢? 告诉你,撞之前就是mu 撞之后是什么呢? 当然是m,是v 那两个双减就会有momentum 但是小心点 u我们假设向右手边是正数 而这一手边,v它说撞到opposite direction 那就是说这个v一定是负数 所以经过计算了之后,应该是m,是负,是v加u 记住,这里所说的more momentum 其实是不理正负数的 你就问一下,负m却弘u,v加u大一点 还是mu大一点呢? 那当然就不用想了 那当然是却弘的量 不理负数的话,当然是大于mu 所以答案就是c 因为mu只是x拥有的momentum p给的,最多mu而已 但y拿到的momentum 将会是q所不见的momentum 可以吗? 所以y所得到的应该会更多 ok? 好,那接着呢 所以y就更多 那接着哪个kinectic energy 会更大呢?x还是y呢? ok? 那x还是y呢? 那我们就要考虑了 看看x撞完之后的速度 和y撞完之后的速度去看 ok?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要写一写 那这边是什么呢? 因为p会停下 那p怎么才会停下呢? equal mass才会停下 所以这里暗示了x呢 它的kinectic energy应该是2分1mu二次 ok? 好,到y了 q仍然是mu 撞之前 但是撞了之后就是m-v ok? 这个开始是0 所以我们一起调色 如果纯粹用momentum的话 就应该mu加0 就将会等于m-v ok? 加什么呢? 就加y的mass 从来没有人告诉你 哪个大点哪个小点 所以不知道 我当它叫m 这个可能叫v2 ok?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看 那些旧数 其实等于多少呢? 那些旧数 其实就等于 它的 旧元之后的momentum 就将会等于m v 就是v加u 另外我们就要计下 kinectic energy kinectic energy 那我们 醒来我们要背那条色 ke等于什么? 2分1momentum square 除m 那这些旧元都知道 momentum就是mv2 所以我们计一计 这个将会是m2次 v加u2次 就是除m的 但是这个m要小心一点 这个m是什么m呢? 这个m是大m的m ok?是大m 小m就是那个小m 因此我们就要计一计 这边 这边 这边的东西 和那些旧东西 哪个大哪个小 ok? 这边就比较复杂一点 ok? 难计一点 不过你就要记住 当你这样撞到这边的时候 y不用想的 mars一定大 一定大 一定大 x ok?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 所给的momentum 开头是这么多 就只有这么多 所以大家需不需要停留在这么复杂的计数 其实不用理 最重要是看mars 之前我告诉你 如果基因的mars越大 其实它拥有的mars将会越小 所以你应该很快就运用physic的方法 你知道y一定是很大的mars 相对于x来说 因此它撞到之后的mars一定是x 你用这个理论就正好 有没有问题基本上算也不用算 答案就将会是c 当然大家可以列这种颜色 列完这种颜色 其实都能做到的 慢慢做 那你就要比较这个数大 还是那个数大 原因是这个m很大 ok? 那你就要在这里退位 你就能做到的 ok? 那我看看有没有时间给你一个full solution 但是我们应该善用physic 有很多东西不用算 没想到的 好,差不多完整了 ok? 那我就想做到第9条也不做了 第10条不做 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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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听 第11条要做 虽然没有没有,这就是dsc的past paper 看看dsc的past paper, 给了v, 给了t 即是说这东西原本在加速, 看到v在这边 然后突然间减速, 减到0, 之后反方向, 之后又再减速 那这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大家在第一课里面见过的 这个就是放波仔, 落地下, rebound 的情况 这次就一样了, 看一看, 问你以下的句子哪个对 下面写了,就是match of the change of momentum of the ball during the collision 就是这么多 那怎么计算呢? 就是before collision和after 就要判断到, before collision 应该是0.4 after collision 应该是0.5 所以你就算一算, 它撞之前应该是正4 撞了之后就是负2 ok?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里算一算 未来的答案 再来也算一算 这个是多少 行不行? 这就是4和负2 所以呢 最终就应该负2 最终就是负2 最终就是负2 最终是负2 最终是负2 最终就是负2 知道Mask是0.2 Collision Time是0.1 -2-4就是-6 -6乘0.2 就是-1.2,-1.2除0.1 就是乘大十倍,所以答案是1.2,这是对的 接着到第2个,它说平均力是12N 那什么是平均力呢?基本上就是这个 这个是Momentum Change下面的时间,这个就是Left Force 刚才大家计算完,不是说了,Momentum Change Momentum Change只需要计算分子 就是-2-4,就是-6乘0.2,答案是1.2,所以没问题 接着再除0.1,那所谓的平均力就是12N 所以计算完之后就是12N 经过计算完之后,12N就应该对了 因为这样计算完之后,12N 应该对的 但好帮人呢? 错 不是啊,上面计算了,12N 那为什么错呢?看清了这个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Acting on the ball,by the ground, during the collision 这个又是考大家什么呢? Vertical collision 有些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要画一幅图 这个就是个波来的 它落到地下的时候,地下会给个reaction 平时的话,你把波就这样放在地下都有reaction reaction我们做什么呢? 就搞定MG 这样的 但是这次的波不是就这样放在地下 波是由上面冲下来 还要这样被人反弹回头 因此reaction应该做了两个动作 OK?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就会是 R 向上的力 减了MG 剩下的就是你的Led force 这个Led force是什么呢? 就是帮你的波改变方向 弹回上去 所以 你这样计算完的12N 其实就是Led force 但不是R 第二个是问你 Average force acting on the board 是说R 所以是错 所以R实际上应该多少呢? 应该是等于12 上面所计的12 加上MG 我简单的计算是10 应该是0.2乘10 那就是说这是14N 小心点 Long Crap都考过的 这个叫做Vertical Collision Vertical impact 记住地下 reaction做了两个工作 一个就是 impulsive force 令到它转方向弹上天 第二个是要搞定weight 所以reaction要做两个工作 所以是商家的 所以小心点 它阴你 就不应该达12 应该达14 另外 所以2是错的 所以第3 它说 There is mechanical energy loss During the collision 那有没有mechanical energy loss呢? 答案呢 是有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波子真的可以没有mechanical energy loss呢? 应该 应该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进来是4 speed是4 出回去也是4 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话 进来是4 出去是4 就是进来的ke 就是2分1m 4二次方 出去的时候也是2分1m 4二次方 那就是整个collision里面 也不会有 connected energy loss OK 所以现在发觉不到4的 只是去到2的 所以就有mg loss 所以这句是对的 最后就是boid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后面还有一些公开考试问题 OK 大家做一做 那些是值得做的 因为我刚刚说完这条题目 这个是DSE的practice 不让别人试试 把以前的题目去改 那是很多人 就 答不中这条问题 B的话就有27%的人答 这是正确答案 但是其实很多人答 就答了个什么呢? 就答了个 1,2,3 因为他会觉得2也对的 300也不明白 也对的 1也是 很多人答了这个 这个也占了30% OK,所以小心点 这些就每一条 mc其实都有一些percentage 告诉大家 他心定钱 OK 那些longquad 大家就 做功课去做 现在我们大约 还有 半个小时 我想开一开 第十课 第十课是说什么呢? 就叫做project time motion 就是抛野的运动 那project time motion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抛野的运动 OK 那这里就是 第十课 你会发现 看看这里 写着什么呢? 就是extension 什么是extension? 大家第一次预的 因为如果你有书的同学 你记得第十课 第十一课 和第十二课 全部 在旁边都写着extension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分开了两部分 一个叫做core 另一个叫extension 那extension 就是 给一些学校 可教可不教的 如果不教extension 同学就超劲也好 都是去到level 4 如果教extension又超劲的话 最高级别 就是五星星 对不对 大家有能力做到 所以是教买的 而且extension part 是主要计算的 每年都一定要出 因为不出 就决定不到 人们是否拿level 4 以上 OK 既然每年都出了 出的东西都是计算的 所以如果大家数据能力OK的话 基本上就 反而比Core更浅 因为它变化是没什么的 只是做数 OK 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应付公开考试 抢分的地方 就是这里 你抢得越多 你就一直上了 上到五星星 回来了 刚才的策略上 这些就是现在讲的content 什么叫做projective motion 就是叫 叫palmat线 如果大家在max里面都会学过palmat线 就是大家中四之前刚刚学的 cordial take equation 就是palmat线 原来很神奇的 当我们用高速摄影机拍到的话 就是这样的parlora 而出的 或者扩鼠鼠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现象是什么呢 我们用高速摄影机拍到的话 黄色的波就是projective motion 粉红色的波就是普通的 340 跌下去 接着发觉有什么现象 两幅图很重要 为什么我还没拍视频要讲呢 原因是因为重点 就是两幅图赶完货 重点是什么呢 看看大家有没有眼残 看不看得到这里的线 和黄波 有什么关系 10秒 自己看一看 大家应该看得到的 每一条线 都刚刚正中间穿过的黄波 而你看到每条线之间的距离 是equal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黄波 是会打横走 而且每秒钟走的距离都一样 那你就会问 黄波这些波怎么拍到它出来呢 高速摄影机 每隔一段时间就拍一拍 然后将它重叠 变成这样的动画 动态的情况 因此原来这里就告诉别人 打横走的速度将会叫 就是 constant 因为每一走一隔 所需的时间是一样 距离也一样 即是速度一样 旁边这幅图就是说什么呢 今次不玩打洞插穿它 玩打横插穿它 那你会看到 中间的线与线之间的 spacing 就越来越阔 这个以前也开头一学 我们的距离也有acceleration 它越走越快 因为有向下加速 Projective motion也是会这样做的 它仍然会向下加速 因为也有距离 只不过今次是什么 它仍然会打横飞 而 当你看看第二幅图 你应该会更加看到什么呢 现象很帅的 现象就是什么呢 黄波在这里 红波在这里 下一个时间的时候 粉红波在这里 黄波在这里 所以发觉 大家是共同进退的 大家要下跌多少是一样的 原因是为什么 大家都有相同的G 9.8天 行不行 接下来 接下来 你还没发觉 好像 D-photo 的打动 就是以前的 你应该要有这样的sense 原来 当我们研究一个projective motion 很复杂的 因为2D problem 又会打横 又会打动 记住 我们学习 就把一些复杂的问题 变成简单 这样一起去 就不懂 那我们不如 逐一样去解 你懂得打横什么动作 懂得 打动什么动作 都懂得 它会向下加速G 打横什么动作 打横什么动作 它会打横行concent speed OK 这就是课的精髓 我们看看 是不是真的那么浅 所有东西都是up的 你要做实验去证明 这就是看片 这里我不播 这里叫做什么 monkey and hunter 这边有个monkey 那边有个hunter 开枪射它 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是monkey 你应该站在这里 什么都不动 原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有projective motion 子弹飞过来的时候 没可能 走直线 打中你 因为有装飞 所以子弹只会这样 跌下去 所以你站在这里 没事的 但是 如果你是monkey 傻子的话 想跳走的话 跳走 尤其是free falling的话 那就不幸了 因为 子弹仍然都会向下free falling 而你又向下free falling的话 你就会空中相遇 你就会被击中 可能有人会问 我看不击free falling的话 跳它上去跌下来 那会怎样呢 原来 你跳它上去下来 也有机会 大家会被击中 为什么呢 看猎人 省不省目 他不会打横飞 OK 他见你跳上去 他会向上指 他会有projective motion 这样下来 你上去又下来 算是对的 时间有相遇 对不对 那怎样都会死的 所以 你可以在 我 放一套影片的时候 再看一下实验结果 但是当然 在学校要做给你看 你才会 开心的 所以回到学校 再做多一次 给大家看 跟着 我们projective motion 就有一些angle 就等于大家推圆球 推多少 OK 记住 我说了精髓的 你需要将这个2D的问题 变成 两个1D的problem 一个就是horizontal uniform motion 你记得 你这样拋波仔 好像有个波在地上走 它每走的距离都一样 OK 这个像什么呢 你就当好像上面有个太阳 你现在有个波仔飞 太阳上面有些光打到地下的阴影 你会看到地下的影就会以concent speed 打横飞 至于 当你看 vertical motion 也是什么呢 这次的太阳就不是 直下来 你就当太阳 打横 指过来 因此当你的波仔 这样飞着的时候 你就会有 当影就在这条线里面出现 那你会看到那个波仔 就会好像在这里 向了上 跟着下来 这个就是以前学的340 你只需要把两个case商家 打横和打动商家 就解决了d4的问题 后面所有计数都是 另外 到这里 Summery 升了 那就是说了这么多东西 做什么呢 就告诉你 projective motion 是一个2D problem 太难解了 那怎么办 你又将它变成 combination of 1D problem 加多一个1D problem 第一个1D problem 就是x direction 第二个 vertical uniformly accelerated motion 就是y direction 所以2D problem 将它变成1D的x 和1D的y direction 和1D的y direction 这样就变成 这个就是 DF4的正常 这个就是我说完这些例子就停了 后面的那些 大家看影片 下面有个 拯救的飞机 想放一些 救援装备 这里 ok 他就问你 哪个道路是pq 是对的呢 记住了 我们 在有grafity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在飞着的时候放东西 因为正在飞着嘛 所以 上面的货物 其实是和飞机一起飞的 所以当你放货物的时候 其实货物就是inertia 就继续向前 但是我们有grafity 解释一下 他继续向前走 但是有grafity grafity就将会 令到他的方向不能继续向前走 他就会跌一些 所以他之后的方向可能改成这样 之后又有grafity 又让他原本想走这个方向不行 再斜一点 最终极就会变成 这样的projective motion 所以p就是正有答案 另外到partb 他说 如果这架飞机 可以继续向前走 跟 constant velocity 他就会问你 那币是什么时候靠的呢 那待会大家听完讲报之后 可以自己在这里拿着一些东西 一路走以concent speed的走 放手 OK 例如你拿站在那里 你拿着个 重物 不要管了 你现在打横走concent speed 然后你只需要放手 放手 那会怎样呢 当你 我在这里画公仔 当你站在那里 拿着东西 OK 你放手 你的人就走到这里 那个东西就放了手 放了手的时候 但记住 你还没放手之前 其实是向这边走 当你一放手的时候 其实那个东西 虽然离开了你身体 但其实它和你一样的 是向D边走的 但是一放手的时候 就有关乎铁扯他 这样子就没可能继续在半空 他一定会向下跌 这样子 我们就画回了 我画完人 当你 另外的同学 或者家人看到的时候 情况会怎么样 OK 他就会很酷的 当你在这里放手 你继续走的时候 他原本应该都会和你一起身体 在这里 但因为他放了手 所以他不应该在这里 他应该低一点的位置 接着 再去到这里 他就没可能继续在 因为他的硬度 他会更加低的位置 再低的位置 因此如果有个人 坐在这里 看着你放波子的时候 他会看到那个波 原来会 横行走得来 他就会向下跌 是projectal motion的下跌 可以吗 这个exactly就像这架飞机 原来当他放过救援物资的话 就是projectal motion下跌 下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飞机在哪里 原来exactly 就会在他头壳顶 这个位置就是飞机 OK 那情况就像什么呢 当他放手在这里放 当波子到这里的时候 飞机就会在这个位置 当波子到了这个位置 飞机就会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位置 因此如果大家看到一些二次大战的视频 我会在录影里播放给你看 如果你在飞机里放炸弹 你会看到什么现象 当你在飞机里放炸弹 你一看就会看到那颗炸弹 如果飞机继续飞,你仍然看到那颗炸弹 不过就越缩越小 越缩越小 直到它降落地下 就会爆开 那你会看来 好像那颗炸弹 好像没什么怎么动 只是远离你 那原因为什么呢 其实你和炸弹 在一起都是向前 以一个content speed 那当然我们有个额心证 假设Air resistance 就不重要 如果Air resistance重要的话 不用想了 它落地的位置 你的飞机已经飞前了 因为它封了会令它减慢 所以如果我们用真正的 pactical case 除非你的飞机 可以走得很慢 如果你走得足够快的话 封阻不是太厉害的时候 有机会是同步的 你看我播的影片就可以了 所以最终极的情况就像这个 OK 行不行 就这么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那就看一下同学有没有问题 大家等一等了 这个实验不可以播片也会有的 这个就是淡波仔 飞了上去 那怎么办呢 check point就留下 看片的时候 大家做 OK 现在我停了一个广播 现在站上去的花了 词 你 往后 你们在等下 回来 昨天